大家好,我們今天去西貢的吊鐘洲 我們去這裏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去摸鑼 這個位置大概在雙思灣的對面 大概開船15分鐘便會到達野哥 兩個海色洞的位置 我們船船在這個位置 穿好裝備之後 我們準備下水了 今天的水都比較混濁 因為吹東風的關係 開始發現了很多海膽和海刺 隊友發現了很多海膽和塔羅 還有大陰鑼就在另外的岩石邊 我們出發拿個油蓋去 在這裏 因為要好眼睛才能看得到 其實那些塔羅和大陰鑼 其實你實在小時候是看不到的 即是你要大家看看 大家看一看 是嗎? 這樣做了一粒 這些塔羅和大陰鑼 是在這個市場是沒得買的 所以它們都是野生捕捉 才可以食用 提供食用 很少外面有得買的 真的是野生捕捉 這些就是野生捕捉 海螺 還有那些海刺海膽 在這個月份 九月份 是不夠肥的 而且已經散了春 它比較好瘦 好瘦 最肥的月份 通常是四至五月 那些 有時候 海裡有些麻糞海膽 海刺 它刺出來都比較肥美 但現在 真的不會有人做到這個水 好了 洗出這個摩托手 連環 就是這樣做 就是這樣做 還有呢 今天吹這個東風 比較大浪 幾次呢 都見到 製成捉頸的時候 都整個比較可浪 很大力地 衝了上岩邊 幾次 因為太大浪 還有呢 外 能見到都比較低一點 就是這樣 岩邊那裡 那些水是這麼清的 由於今天風大的關係呢 旁邊的隊友 想打一條魚 連魚都沒有見到 在海裡今天有 很清 只可以下去 綜合這些大眼螺 塔螺 鐵螺 之類的那些 海市是完全不需要 封口 那些呢 都要封口 那些呢 都要封口 那些呢 互相的照影 如果不是真的 很危險 還有你們真的要 有這個能力才可以做得到 才做 不要 搓手 親密沒事 真的比較危險 那些 感覺已經接近 足了三十分鐘 其實在海裡 還有每次閉氣 要用盡了 每一口氣 下去 足夠多少粒 足夠多少粒 雖然 每一粒 是粒粒 不佳辛苦 是粒粒 對呀 吹一口氣 然後就下去 吹 所以你們要有這個訓練 一長時間 吃閉氣 吃 看到 見不到 那些螺 你才可以做到 這麼快 這個動作 今天就出了四樓 好了 出完了 看見那個開城堂 在那個位置上 好了 今天的旅程 呢 的舞獲 應該完結了 那我們就上船 看看 的收獲 5點了 我們回來 進 哇 我們今天穿到 他們還沒穿到 有那些海膽 有呀 大眼螺 有呀 這裡 開膽 開膽 嘩 拿吃拿嗎 是 好甜 大眼螺 我們剛才在海竹 那些 開刷 在海邊 那邊被浪衝上岸 再衝回去 才能抓到 那下是不是衝上去 是呀 衝了撞了幾下 包回來 那邊在撞窗 就是 拔不掉 拔不掉 這個真是野生 nice